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诗约 狼庙挥游 岂不周 山林雀有 过人谋 凤五六河南高举 虎入深山 得自由 四斗五方排阵势 九宫八卦 运兵仇 宪兵损将 君荣师 全马从之 誓寇仇 话说 书密使同贯 受了天子 统军大元帅之职 进到书密院中 便发调兵服宴 咬拨东京管下八路军州 各其军一万 就拆本处兵马都间统帅 又于京师御林军内 悬点二万 守护中军 书密院下义英事务 尽为副书密使掌管 御营中 宣两员梁将为左与右翼 号令已定 不循日之间 诸事完备 义英接续军粮 并使高太尉拆人攒运 哪八路军马 隋州兵马都间断鹏举 郑州兵马都间陈柱 陈州兵马都间吴炳仪 唐州兵马都间韩天林 许州兵马都间李宁 邓州兵马都间王毅 铸州兵马都间马万里 松州兵马都间周信 御营中 选道左宇 右翼梁将二员为中军 拿二人 御前飞龙大将封美 御前飞虎大将必胜 同贯掌握中军为主帅 号令大小三军齐备 五库波将军器 选定即日出师 高太尉 阳太尉 涉言渐行 朝廷卓阳 中书省一面赏军 且说同贯 以令中将 次日先驱军马出城 然后败辞天子 飞身上马 出着新曹门外 屋里短庭 只见高阳二太尉为首 率领中官先在那里等候 同贯下马 高太尉直斩情碑 于同贯道 树密相公此行 与朝廷必见大功 早奏凯歌 啊 此寇潜伏水蛙不可清净啊 只需先劫四边粮草 兼顾债诈 又此贼下山 先拆得当地人打听消息 贼情动静 然后可以进兵 那时一个个生擒活捉 树不负朝廷伟用 往昔疏密相公才知 同贯道 中盟教会 刻骨铭心 不敢有望 各饮罢酒 杨太尉也来之中 于同贯道 书相速读并书 深知韬略 交亲此寇一如反掌 正乃 此贼潜伏水泊 地利未变 书相道比 必有良策 下官道比 见机而左 自有法度 高阳二太尉一齐敬酒 喝道 都门之外 先望凯旋 相别之后 各自上马 不说高阳二太尉并重官回京 有各衙门河属官员送路的 不知其数 或回或送 半路途回京 皆不必说 大小三军一起进发 人人要斗 各个欲争 一行人马各随队伍 甚是严整 前军四队 先锋总领行军 后军四队 和后将军监督 左右八路军马 羽翼棋牌催都 同冠镇卧中军 总统马步与林军二万 都是运营悬检的人 同冠直编 直点军兵进发 怎见得军容整肃 战案间 兵分九队 齐列五方 绿尘枪 点钢枪 压角枪 不遍野光芒 青龙刀 眼月刀 燕灵刀 升满天杀气 雀化弓 铁钛弓 宝钓弓 对叉飞鱼带内 射虎剑 狼牙剑 柳叶剑 骑斩狮子虎龙 刮车弩 漆魔弩 脚灯弩 排满前军 开山府 眼月府 圣花府 紧随中队 竹节边 虎眼边 水魔边 齐悬在肘上 流星锤 鸡心锤 被抓锤 各带在身边 放天挤 暴围偏翻 杖八毛 独缠错落 龙门剑 车一汪秋水 骨头牌 花几缕春云 先锋盟勇 领拔上开路 之精兵 元帅英雄 重贺水断桥之壮士 左同军 镇举威风 由斩将夺旗之手段 右同军 辉鸿胆略 怀安邦济世之才能 一游床下 东听疏密 总中军 宝道齐边 护驾亲军 为羽衣 镇天屁股 拨山月 应日惊奇 避鬼神 当日同冠离了东京 军马上路 正是枪刀流水及 人马戳风行 兵行五十里囤住 此日有其行 一礼前进 不宜二日 已到几周界分 太守张书业出城迎接 大军囤住城外 只见同冠 引轻其入城 至周崖前下马 张书业邀请至堂上 拜吧 齐居一了 势力在面前 童书密道 水蛙草贼 杀害良民 腰结商旅 造恶非之异端 往往脚捕 该为不得其人 智荣自慢 无金统帅大军十万 战将百元 刻日要扫清山寨 秦拿众贼 以安照民 张书业答道 书相在上 此寇潜伏水泼 虽然是山林狂寇 中间多有智谋 永烈之事 书相勿以怒气自己 引军长驱 必用良谋 可成功计 童管听了大怒 骂道 都似你这等 畏惧懦弱匹夫 为刀必见 贪生怕死 误了国家大事 以致养成贼事 无金到此 有何惧哉 张书业哪里敢再言语 且被九十共诵 童书密随即出城 次日驱领大军 进凉山坡下寨 且说宋江等已有戏作人 坦之多日了 宋江与吴勇用 一字铁筒般上列下计策 只等大军到来 告示猪将 各要遵医 勿得差错 再说童书密 吊拨军兵 点拆 随州兵马都监 段鹏举为正先锋 郑州都监 陈柱为副先锋 陈州都监 吴炳仪 为正和后 许州都监 李明 为副和后 唐州都监 韩天林 邓州都监 王毅二人 为左少 汝州都监 马万里 嵩州都监 周姓二人 为右少 龙虎二将 丰美 必胜 为中军羽翼 同冠为元帅 统领大军 全身披挂 亲自监督 战谷三头 诸军近旗 行不过十里之外 尘途其处 早有敌军少路 来得渐进 鸾铃响处 约有三十余计少马 都带轻包金 各穿绿战袄 马上禁忌着红鹰 每边双挂数十个铜铃 后插一把智尾 都是串银细杆长枪 轻功短剑 围头的战将是谁 怎生打扮 弹剑 枪横压角 刀叉蛇皮 削金的金德佛投青 调袖的战袍 英格绿 腰际荣涛 针紫色 独穿气库 软香皮 雕暗后 对悬警带 内藏打将的石子 战马鞭 紧挂统领 后插 招风的智尾 漂齐将军 莫遇见 张青少路 最当先 马上来的将军 好奇上写的分明 循少都头领 莫遇见张青 左右公望 又有丁的孙 直绍到同贯军前 乡离不远 只割百事部 勒马便回 前军先锋二将 不得军令 不敢乱动 抱之中军主帅 同贯 针倒军前 困游未尽 张青 又少将来 同贯 欲待潜人追战 左右说道 此人安后 警带中都是石子 取不放空 不可追赶 张青连哨了三遭 不见同贯进兵 返回 行不到屋里 只见山背后 罗声响动 早转出五百步军来 当先四个步军头领 乃是黑旋风李魁 混是魔王樊锐 八臂哪吒相冲 飞天大圣离滚 直奔将来 单见 人人虎体 各个飙行 当先两座恶星神 随后二元 真杀药 李魁手持双斧 樊锐 腰彻龙拳 相冲牌 化玉爪酸泥 李滚牌 苗金晶谢智 五百人 降一赤袄 一步从红 配猪鹰 青山中 走出一群魔 陆林内奔开三魅火 那五百步军就山坡下 一字百开 两边团牌 齐齐扎住 铜冠领军在前见了 便将玉珠尾一招 大队军马冲击前去 李魁繁瑞 引步军分开两路 都倒提着鸾牌 学过山脚便走 铜冠大军赶出山嘴 只见一派 平川旷野之地 就把军马列成阵势 遥望李魁繁瑞 杜领川林 都不见了 铜冠中军 立起攒木降台 领拨法官二员上去 左招右斩 一起一伏 摆坐四门斗底阵 阵势才完 只听着山后炮响 就后山飞出一标军马来 前面先锋 摆不一定 只等敌军到来相战 铜冠令左右 拢住战马 自上降台看时 只见山东 一路军马涌出来 前一队军马 红旗 第二队杂彩旗 第三队青旗 第四队又是杂彩旗 只见山西一路人马 也涌来 前一队人马 是杂彩旗 第二队白旗 第三队是杂彩旗 第四队造旗 旗背后 仅是黄旗 大队军将 极先涌来 站住中央 里面列成阵势 远观卫石 尽独分明 正南上这队人马 尽都是火焰红旗 红甲红袍 猪鹰赤马 前面一把引军红旗 上面金箫南斗六星 下袖猪雀之状 那把旗招展洞处 红旗中涌出一员大将 怎声结束 弹剑 窥顶猪鹰飘一颗 星星袍上 花千左 石门带树子玉团 酸泥甲 鹿黄金锁 狼牙木棍 铁钉牌 龙居遍体 胭脂抹 红旗招展 半天侠 正按南方 丙丁火 好旗上写的分明 新丰大将 霹雳火勤鸣 左右两员副将 左手是圣水将闪庭龟 右边是神火将魏定国 三元大将手诺兵器 抖其赤马 立于阵前 东壁一队人马尽是青旗 青甲青袍青鹰青马 前面一把隐军青旗 上面金箫东斗四星 下袖青龙之状 那把其招展洞处 倾其中涌出一元大将 怎生打败 弹剑 蓝电包金光满目 翡翠蒸袍花衣醋 铠甲穿帘 兽土还 宝刀闪烁 龙吞玉 青松遍体 本村花 正傲护身 鹰鹉绿 碧云齐栋 远三明 正暗东方 甲乙目 好奇上写的分明 左军大将大刀观胜 左右两元副将 左手是仇俊马宣赞 右手是锦目案好斯文 三元大将手诺兵器 东旗青马 立于阵前 西壁一队人马 尽是白旗 白甲白袍白鹰白马 前面一把隐军白旗 上面金箫西斗五星 下袖白虎之状 那把旗招展斗处 白旗中涌出一元大将 散生结束 弹剑 默默寒云 护太阴 梨花万朵 别层撑 素色罗袍 光闪闪 烂银铠甲 冷森森 再双骏马 骑狮子 出白长枪 诺绿尘 一簇齐帆 飘雪链 正暗西方 当心金 好旗上写的分明 右军大将 宝字头临冲 左右两元副将 左手是 镇三山黄信 右手是 丙玉池孙丽 三元大将 手诺兵器 兜骑白马 立于阵前 后面依促人马 尽是造骑 黑甲黑袍 黑鹰黑马 前面一把隐军黑旗 上面金箫北斗七星 下袖玄武之状 那把其招展洞处 黑旗中涌出一元大将 怎声打败 弹剑 堂堂卷地 乌云起 铁骑墙弓 赤墨笔 道罗袍 穿龙虎驱 乌有甲 挂柴狼体 边似乌龙 落两条 马炉泼墨 行千里 七星齐动 玄武摇 正暗北方 人鬼水 好旗上写的分明 和后大将双边呼烟灼 左右两元副将 左手是百圣将韩涛 右手是天目将鹏旗 三元大将手持兵器 都骑黑马 立于阵前 东南方门骑营里 一队军马 轻骑红甲 前面一把隐军绣骑 上面尖销驯挂 下袖飞龙 那把骑招展洞处 捧出一元大将 怎声结束 待见 换甲 披袍出战场 手中粘着两条枪 钓弓轮凤 湖中插 宝剑鲨鱼 翘内藏 树物一飘 黄紧带 腾空马盾 紫丝江 青旗红颜 龙蛇洞 独具东南 守训方 套旗上写的分明 虎军大将 双枪将董平 左右两元副将 左手是 魔云金翅欧鹏 右手是 火眼酸泥 等飞 手持兵器 兜骑战马 立于阵前 西南方门骑营里 一队军马 红骑白甲 前面一把隐军绣骑 上面金箫空挂 下袖飞雄 那把其招展洞处 捧出一员大将 散生打败 待见 当先涌出英雄将 舅舅威风 天气象 鱼鳞铁甲 锦遮身 奉斥金盔 拴护象 冲波战马 四龙行 开山大虎 如公样 红骑白甲 火光飞 正距西南 吞尾上 好骑上 写的分明 票骑大将 急先锋锁超 左右两员副将 左手是锦毛虎烟顺 右手是铁笛仙 马铃 三员大将 手持兵器 兜骑战马 立于阵前 东北方门骑营里 一队军马 造骑轻甲 前面一把隐军绣骑 上面金箫更挂 下袖飞豹 那把其招展动处 捧出一员大将 怎生结束 弹剑 虎作雕鞍 胆气昂 万公插剑 鬼神荒 猪鹰银带 遮刀面 龙旅金灵 贴马旁 窥顶兰花 红错落 甲川柳叶 翠遮藏 造骑轿奖 烟云内 东北天山 守阵方 好奇上写的分明 跳骑大将九文龙使进 左右两员副将 左手是跳剑虎陈达 右手是白花蛇阳春 三员大将手持兵器 兜骑战马 立于阵前 西北方门骑营里 一队军马白骑黑甲 前面一把引军骑 上面金箫钱挂 下袖飞虎 那把骑招展动触 捧出一员大将 怎生打败 弹剑 刀鞍玉勒 马四风 借骤狼层 黑雾蒙 暴围湖中 银足剑 飞鱼带内 铁台弓 甲鞭碎驴 穿双缝 刀面金花 欠小龙 衣醋白旗 挑黑甲 天门西北 是乾功 好骑上鞋的分明 飘骑大将 轻面受阳制 左右两员副将 左手是锦豹子阳林 右手是小八王周通 三员大将手持兵器 兜骑战马 立于阵前 八方百步的铁桶相似 阵门里 马军随马队 步军随部队 各持钢刀大斧 扩建长枪 齐翻齐整 队武威严 去那八镇中央 只见团团一遭 都是姓黄旗 见着六十四面 长脚旗 上面金箫六十四卦 一分四门 南门都是马军 正南上黄旗营里 捧出两员上将 一班结束 怎生披挂 待见 熟铜锣坚 花枪舞 簇簇团团团 分队舞 枪金铠甲 折黄袍 简容战袄 葵花舞 该心两骑 马如龙 阵内一双 人似虎 周围绕定 姓黄旗 正暗中央 不齐土 那两员守将 都骑黄马 上手是 美然公诸童 下手是 叉翅虎雷横 一遭人马 尽都是黄旗 黄袍铜甲 黄马黄鹰 中央镇四门 东门是 金眼镖诗恩 西门是 白面狼君 郑天兽 南门是 云里金刚 宋万 北门是 病大崇 薛勇 那黄旗中间 立着那面 替天行道 姓黄旗 旗杆上 拴着四条绒绳 四个长壮 军士 谎定 中间马上 有那一个 首旗的壮士 怎生无恙 弹剑 这个首旗的壮士便是显道神玉宝寺 那俗黄旗后 便是一丛炮架 立着那个炮手 轰天雷 灵阵 沿着副手二十余人 围绕着炮架 架子后 一带都摆着脑沟套索 准备捉降的器械 挠钩手后 又是一遭杂采齐翻 团团便是七重 围子手 四面立着二十八面绣旗 上面削金二十八绣星辰 中间立着一面堆荣绣旧 珍珠圈边 角坠金灵 顶叉至尾 鹅黄帅字旗 那一个首旗的壮士 怎生无恙 弹剑 这个首旗的壮士 便是没面目交停 去那帅子旗边 设立两个护旗的将士 都骑战马一般结束 单见 一个战袍披紧起 一个铠甲绣酸泥 一个纹靶滑流胯 一个能将骏马骑 一个钢枪威气重 一个利剑雪光飞 一个紧护中军杖 一个长衣宝稻骑 这两个守护帅齐的壮士 一个是矛头心孔明 一个是独火心孔亮 马前马后 排着二十四个把狼牙棍的铁甲军士 后面两把顶战秀旗 两边排着二十四只方天画戟 左手十二只画戟从中 捧着一员削将 怎生打扮 胆剑 巨安立马 天风里 台甲辉煌 光燕起 麒麟束带 撑狼腰 卸致吞胸 当狐体 关上明珠 欠小星 翘中宝剑 藏秋水 放天画笔 雪霜寒 风动金钱 报四尾 秀旗上写的分明 小温猴 吕方 那右手十二只画戟从中 也捧着一员小匠 怎生打扮 斩剑 三叉宝关 朱灿烂 两条智尾 锦兰斑 是红杖袄 遮银镜 柳绿张群 鸭绣鞍 竖带双胯 鱼塔尾 护心甲挂 小梁环 手持画杆 方天己 飘动金钱 五色帆 秀旗上写的分明 赛人贵 郭盛 两元将 各持画级 立马两边 画级中间 一簇刚差 两元布军 消降 一般结束 单间 虎皮磕脑 抱皮坤 衬甲衣龙 细致金 手内钢叉 光闪闪 腰间立剑 冷伸伸 冲剑枯 入刀林 弟兄端地 有胸襟 两只盖地 抱天胆 一对猪龙 斩虎人 一个是两头蛇蟹针 一个是双尾蟹蟹宝 弟兄两个 各执着三股莲花叉 沿着一行不战军事 守护着中军 随后两匹锦安马上 两元文士 掌管兵赏功罚罪的人 左手那一个 怎生打扮 胆剑 乌纱唐帽 通膝帽 索白罗兰 干报靴 慷慨胸中 藏秀气 纵横笔下 走龙蛇 这个乃是梁山坡 掌文案的秀士 圣首书生 小让 右手那一个 怎生打扮 斩剑 绿沙金叉 玉堂狼 香草罗山 紫带长 维力感气 肖像国 声明黄海 法明阳 这个乃是梁山坡 掌力士的豪杰 铁面孔木 裴轩 这两个马后 摆着紫衣持结的人 二十四个 当路将二十四把 马闸刀 那刀林中 立着两个 锦衣三串 行行柜子 怎生结束 单见 一个皮主腰 干红醋旧 一个螺梯串 彩色装成 一个双环扑瘦 枪金鸣 一个头金盘 花枝眼映 一个白沙衫 遮龙锦体 一个造突秀 半露鸭青 一个将漏尘斩鬼 法刀情 一个把水火棍 手中提定 上手是铁臂薄菜服 下手是乙枝花菜沁 弟兄两个 立于阵前 左右都是情刀手 背后两边 摆着二十四支 金枪银枪 每边设立 一员大将领队 左边十二支金枪 对离 马上一员削将 首支金枪 侧作战马 怎生打扮 单见 景安骏马 紫丝江 金翠花枝 加并棒 雀花公悬 一弯月 龙泉剑挂 九秋霜 绣袍乔治 英歌绿 战俘青彩 柳叶黄 顶上樱花 红灿烂 手指金丝 铁杆枪 这员削将 乃是梁山坡 金枪手徐明 右手十二支银枪 对离 马上一员削将 首支银枪 也侧作骏马 怎生批挂 单见 数锦银银 宝丹光 五名骏马 欲叮当 虎金贤头 雕功应 燕尾烧船 鱼剑堂 绿锦袍鸣 金孔雀 鸿兵带术 紫鸳鸯 噐刺半路 黄金甲 手指银丝 铁杆枪 这园肖将乃是梁山坡小里广花蓉 两师下都是风流威猛二将 金枪手银枪手各带灶罗金 并边都插翠叶金花 左手十二个金枪手传绿 右手十二个银枪手传紫 背后又是挤衣对对花帽双双 飞袍促促 袖袄存存 两臂箱壁床翠目 朱帆灶盖 黄月白毛 清平子殿 两行二十四把岳服 二十四对鞭抓 中间一字三把销金散盖 三匹绣安骏马 正中马前立着两个英雄 左手那个壮士 端帝是一荣极楚 世上无双 由西江岳为政 头巾侧 一根至尾 竖腰下四颗铜铃 黄罗山子黄金鸣 飘带绣裙相衬 兜小袜 麻鞋嫩白 压腿绷 护膝身轻 其标令 四号神行 百十里 灯石取应 这个便是梁山坡能行快走的头领 神行太宝带宗 手持鹅黄令子秀旗 专管大军中往来非报军情 调兵遣将一应事务 右手那个对立的壮士 大扮的出众超群 人中含有 也有西江岳为政 鹤纳敖 满身锦簇 青包巾 遍体金销 并编一朵翠花椒 西斥玉环光药 红串绣裙裹肚 白当宿链为腰 落生奴子棒头挑 百万军中天翘 这个便是梁山坡风流子弟 能干机密的头领 浪子阴轻 背着强弩 插着利剑 手提着奇美赶棒 专一护持中军 远望着中军 去那右边小金青罗散盖底下 秀安马上坐着那个道德高人 有名于是 怎生打扮 有西江岳为政 如意关 玉簪翠笔 降消衣 贺武金侠 火神珠缕 硬桃花 环佩 叮当鞋卦 背上雌雄宝剑 侠中微喷光滑 青罗散盖 雍高崖 紫流马 雕安稳化 这个便是梁山坡 呼风唤雨 一尸鬼神 刑罚真师 陆云龙 拱孙圣 马上背着两口宝剑 手中按定紫丝江 去那左边小金青罗散盖底下 锦安马上坐着那个足智多谋 全胜军师 怎生打扮 由西江岳为政 白道福造罗言传 紫丝涛必欲勾环 手中雨膳 动天官 头上观金微暗 贴力暗穿眼甲 该心稳坐雕安 一双铜链挂腰间 文武双拳师范 这个便是梁山坡 能通韬略 善用兵机 有道军师 只多心 无学究 马上守情雨膳 邀旋两条铜链 去那正中 销金大红螺散盖底下 那赵燕玉师的金安马上 坐着那个 有人有义统军大元帅 怎生打扮 胆监 凤翅盔高传金宝 浑金甲密气龙林 锦征袍花朵醋阳春 昆吴剑腰玄光喷 绣腿崩 绒圈翡翠玉玲珑 带树麒麟 珍珠散盖 盏红云 第一位天刚临阵 这个正是梁山坡主 几州运城县人士 山东及时与忽宝义 送功名 全身结束 自仗昆吴宝剑 坐骑金安白马 立于阵前兼战 掌握中军 马后 大脊长哥 锦安骏马 整整齐齐 三五十元牙将 兜齐战马 手指枪刀 全副弓箭 马后又射二十四只画脚 全部军骨大跃 阵后又射两队游兵 扶于两侧 以为护持 中军羽翼 左是梅遮兰木红 引兄弟小遮兰木春 管领马不军 一千五百人 又是赤发鬼流淌 引着九尾龟 逃宗旺 管领马不军 一千五百人 浮在两邪 后阵又是一队阴兵 簇拥着马上三个女头领 中间是仪丈亲 护三娘 左边是姆大冲 顾大嫂 右边是姆叶叉 孙二娘 押阵后 是他三个丈夫 中间挨脚虎王英 左是小玉池孙信 又是蔡元的张亲 总管马不军兵 二千 那座阵是非同小可 怎见的好阵 胆间 名分八卦 暗和九宫 占天地之机关 夺风云之气象 前后猎龟蛇之状 左右分龙虎之形 出其正之甲兵 暗阴阳之造化 丙丁前进 如万条烈火烧山 人鬼后随 似一片乌云腹地 左侍下盘旋轻气 右手下贯穿白光 金霞遍满中央 黄道全一物己 东西有序 南北多方 四围有二十八秀之分 周回有六十四卦之变 先锋盟勇 和后英雄 左统军皆夺起斩将之徒 右统军进举顶跋山之辈 盘盘区区 乱中队伍变长蛇 整整齐齐 敬礼威夷如腐虎 马军则一冲一突 部族是祸后祸前 人人果敢 争钱出阵夺头功 各个才能略阵监军秦大将 休花八阵成功 满说六滔取胜 孔明师庙记 礼静波神机 书密使铜冠在镇中降台上 定睛看了凉山坡兵马 无疑时摆成这个九宫八卦阵势 军马豪杰将是英雄 惊得魂飞魄散 心胆俱落 不住声道 可知诞来此间收捕的官军 便大败而回 原来如此厉害 看了半晌 只听到宋将军中 催战的锣鼓不住声发雷 铜冠且下站台 骑上战马 载出前军来诸将中问道 哪个敢厮杀的 出去打话 先锋队里 转过一员猛将 挺身越马而出 就马上欠身禀铜冠道 小将愿望 齐取君旨 看乃是郑州都监陈柱 白炮眼甲 轻马将鹰 使一口大杆刀 献冲 赴先锋之职 铜冠便叫军中筋骨旗下 发三通雷 将台上把红旗招战兵马 陈柱从门旗下飞马出阵 两军一起呐喊 陈柱兜住马 横着刀 吏声大叫 无端草寇 悖逆狂徒 天兵到此 尚不投降 只带骨肉为你 毁之何己 宋将正南阵中 新风头领虎将秦明 飞马出阵 更不打话 鼓起狼牙棍 直取陈柱 两码相交 兵器并举 一个使棍的当头便打 一个使刀的皮面砍来 四条臂膊交加 八只马蹄缭乱 二将来来往往 反反复复 斗了二十余和 秦明迈个破绽 奉陈柱赶将入来 一刀却砍个空 秦明趁势 手起棍落 把陈柱连窥带顶 正中天灵 陈柱翻身死于马下 秦明的两员副将 闪廷归魏定国 飞马直冲出阵来 先抢了那匹豪马 接应秦明去了 东南方门戚里 虎将双枪将董平 见秦明得了头功 再马上寻思 大军已踏动锐气 不就这里抢江过去 捉了铜冠 更待何时 大叫一声 如阵前起个霹雳 两手持两条枪 把马一拍 直撞过阵来 铜冠见了 乐回马 望中军便走 西南方门戚里 飞骑将 急先锋所超 也交道 不就这里捉了铜冠 更待何时 驾 首轮大幅杀过阵来 中央清明 见了两兵冲杀过去 也招动本队 红旗军马 一起抢入阵中 来捉铜冠 正是从前做过事 梅杏一起来 指使树枝造雕椎紫燕 一群猛虎弹羊羔 毕竟书密使铜冠 性命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水浒传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张铁林 很高兴陪你一起读水浒 第76回 原来张书业才是隐藏的boss 本回故事中 铜冠率领大军 要剿灭梁山众好汉 路过几周的时候 太守张书业劝他说 此寇潜伏水泼 虽然是山林狂寇 中间多有智谋永烈之事 必有梁谋 可成功绩 可铜冠刚毕自用 根本不听张书业的劝 愣头愣脑的打上梁山 最后一败涂地 说起来也够憋屈的 历史上他率领西军 战功赫赫 怎么到了水浒传里 就变成了一个夸夸其探的大草包 而更憋屈的恐怕是张书业 他真实历史上 宋江这些人见了他 那简直就是爬虫见了巨龙 耍大刀地撞到关公了 张书业到底怎么个蒙法 有诗歌为证 齐谋退枪兵 三月灭梁山 欲雪秦王室 殉国在滇关 张书业加世代为官 所以很年轻的时候 就去兰州这个地方 当上了负责监察的陆氏参军 那是大宋的边境 冬天的时候 总有枪人聚集在一起 踩着截了兵的黄河 到大宋这边抢年货 为了防备枪人的入侵 宋朝在兰州边关 安排了一支数量庞大的部队 张书业却想 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让枪人冲到了黄河边上了 这本身就是战略的失败 于是前去探查 发现一个叫做天都的地方 是枪人的集结地 每次攻打大宋的时候 都要先在这集结部队 然后出兵 张书业率领人马夺取了天都 并且上奏朝廷在此建立西安州 在源头上杜绝了枪人入侵的可能 这样的战略眼光 是一代将材的基础 而他自己手上的功夫也不差 出使辽国的时候 和辽国的将领比赛射箭 那手叫一个快啊 辽国人还在瞄准呢 他就蹭蹭蹭地射中了目标 骑射的功夫 可是辽国人的传统异能 张书业这下子相当于 念经赢了唐僧 编程赛过马农 十分了得 只可惜这人性格太直 老是遭到蔡京的针对 动不动就把他贬来贬去啊 有一次到海州 也就是今天的连云港 去当知府 碰上了纵横山东的宋江群道 这些人在各个州府之间 四翼横行 就跟六大马路似的 威风和小说里讲的有一拼 这群人有名有姓的就有三十六个 我们以前说过 他们也就是梁山故事的起源 要是小说照着历史写 那水浒这本书最多写三十回 张书业高架悬赏 激起士兵斗志 设计陷阱围困宋江的部队 仅仅三个月就逼得他们全数投降 就连打遍北方无敌手的早期金兵 也在张书业这里吃了亏啊 可以说在岳飞崛起之前 张书业就是抗金大军中的偶像 然而天纵奇才也架不住诸队友 宋徽宗和宋钦宗把大好局面葬送 酿成了靖康之耻 不但这两位自己被金兵押回五国城 还连累着不少嫔妃宫女 忠臣良将 其中就有六十三岁的张书业 就当北行的车队渡过宋辽两国的边界 白沟河的时候 张书业仰天长孝 同行的宋人无不为之垂泪 当夜老英雄自意身亡 结束了风云的一生 其实在演艺小说里 像张书业这种被篡改人生的名臣 还有很多 比如杨家将里著名的奸臣攀仁美 他心胸狭窄 极贤度能 放任着杨老令公被困山谷 最后兵疲粮绝 老令公拒不想了 撞死在李灵碑上 那杨七郎好容易杀出重围 跑到攀仁美跟前请求救兵 却被公报丝绸的攀仁美 射死在军前 说实话 攀仁美在历史上的原型攀美 的确负有指挥事务的责任 把后路卖给了辽军 让杨绩叶被俘 最后绝食死在了辽军之中 但是攀美自己 的确也是五代末期妥妥的名将 杨绩叶陨落的这场战役 是雍西北伐的组成部分 宋太宗赵光义 率领三路大军北伐辽国 先胜后拜 葬送了在五代战乱中 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老兵 后人在小说里复盘战役 总不能指着皇帝说你坑队友吧 所以就只好请攀美改个名字 叫攀仁美来背锅了 所以历史与演绎 有相关也有发挥 真相往往隐藏在时光的尘埃之后 怎么找 读书呗 一本不够 那多读几本 小贴士 本回故事里讲的四门斗底阵 各有旗帜 军队里的旗帜是干什么用的呢 古人传讯不方便 哪能一个士兵配一个对讲机呢 前进后退集合都得跟着旗子走 流传到现在还依然有旗语的存在 不过光靠视觉还是不够的 所以才有了古乐来进行配合 所以以前的军乐队 那是真正的指挥机关 煞有介事 宋江无用 嗅鸡肉 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孟凡君 我们今天继续进行 传世名著水浒传 第76回的解读 这回的回目是 吴家亮不似斗方阵图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在这回中 作者用极尽华美的词枣 介绍了以同贯为统帅的朝廷人马 和以宋江为统帅的梁山人马的庞大阵势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热闹渲染中 也夹杂着不少耐人寻味的冷思考 那么下面 我们先从朝廷方面的悬调的将官开始说起 疏密史同贯被任命为统军大元帅之后 一方面调拨东京管辖下的八路军州的兵马 每个州出兵一万 由本州的兵马都监统领 另一方面 从京师御林军点兵两万 由御营中选出的左语右翼两元梁将统领 各路人马共组成十万大军杀奔梁山而来 一场血战之后胜负一分 我们先看一下朝廷将领的伤亡情况 第一位 岁州兵马都监断鹏举 被李逵用板斧砍死 第二位 郑州兵马都监陈柱 被秦明用狼牙棒打死 第三位 陈州兵马都监吴炳仪 被使劲用刀劈死 第四位 唐州兵马都监 韩天林 被董平用枪朔死 第五位 许州兵马都监李明 被杨志用刀砍死 第六位 邓州兵马都监王毅 被索超用斧头砍死 第七位 陆州兵马都监马万里 被林冲用矛戳死 第八位 松州兵马都监周信 被张青用石子打伤 又被公望丁德孙乱插戳死 第九位 御前飞龙大将封美 御林军佐宇良将 被卢俊义活捉 后被宋江放走 第十位 御前飞虎大将毕胜 御林军又一良将 战败逃回东京 这十位朝廷将领 除了封美活捉被放 毕胜战败逃走 剩下的八位 全部被杀死 若在以前 梁山好汉往往会想方设法 将带兵的将领 活捉擒拿 带上忠义堂 宋江呢 那头便拜 然后众将领 敢于一气 归降梁山 但是 不知道大家留意了没有 从现在开始 已经没有人归顺梁山了 因为梁山好汉们已经改变了策略 一开战便痛下杀手 先把对方弄死再说 极少捉活的 理由啊 很简单 梁山好汉排座次之后 不管是三十六天刚星 还是七杀尔地杀星 都已经合于上天的定数 用现在的话来说 梁山的事业编制已经满缘了 梁山好汉们 已经不必再考虑缺编的问题了 所以 再碰到山下的好汉 便大开杀戒 弄死没商量 对于被卢俊义活捉的 玉林军飞龙大将丰美 宋江出于疏通昭安渠道方面的考虑 自然是放其下山 不再劝其入火 可见 正如前面提到过的 宋江通过梁山好汉排座次 固然使自己梁山大头领的尊位 日益稳固 却关上了让梁山势力发展壮大的大门 同此以后 梁山好汉之中 有战死者 有病残者 也有退群者 却再也没有归顺者了 这就是梁山好汉排座次的恶果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下梁山坡方面 同贯率领朝廷大军攻来之时 宋江和吴用 一下子便整出了一个九宫八卦阵 声威赫赫杀气腾腾 令同贯暗自心惊 不过这个气势不凡的阵势 到底有没有实战的妙用呢 通过九宫八卦阵中 率众布阵的将领的情况 我们也会得到一些耐人寻味的发现 这第一位 九宫八卦阵正南方位主将 先锋大将霹雳火秦明 原为青州指挥司总管 兵马统治 后被宋江设计 害得全家被杀走投无路 被逼无奈归顺了宋江 在征方腊时 在清西县死在方腊的侄子 方杰的方天化吉之下 第二位 九宫八卦阵正东方位的主将 左军大将大刀官胜 原为蒲东郡巡检 被任命为朝廷征讨梁山的领兵指挥使 被秦后归顺梁山 征方腊后 受大明府正兵马总管 引醉酒失脚 落马身亡 第三位 九宫八卦阵正西方位主将 右将军大将豹子头临冲 原为八十万进军教头 被高求所害 投奔梁山 后病死在征方腊的途中 第四位 九宫八卦阵正北方位主将 和后大将双边忽炎卓 原为汝宁郡都统治 被任命为征脚梁山的兵马指挥使 被俘后归顺梁山 征方腊后 受御营兵马指挥使 在抗金战斗中阵亡 第五位 九宫八卦阵东南方位主将 虎军大将双枪将董平 原为东平府兵马都监 被秦后归顺梁山 在征方腊时 战死在独松关 第六位 九宫八卦阵西南方位主将 票骑大将 急先锋所超 原为大明府刘守司 正排军 被秦后归顺梁山 在征方腊时战死在杭州北关门城下 第七位 九宫八卦阵东北方位主将 票骑大将九文龙史进 原为史家村亦武术爱好者 引通朱武阳春和郑达等强人 被官府缉拿 故投梁山 在征方腊时被射死在御岭关 第八位 九宫八卦阵西北方位主将 票骑大将 青面授杨志 原为大明府管军提侠使 后投奔梁山 在征方腊时并皇 第九位 九宫八卦阵中央方位上手主将 美然公诸同 原为运城县兵马督头 后被宋江无用射击 逼上梁山 征方腊后备受保定府都统治 后坐到太平军节度时 第十位 九宫八卦阵中央方位下手主将 插翅虎雷横 原为运城县步兵都头 后因打死了白秀英 逃上梁山 征方腊的时候 在德青县南门外战死 通过以上的干部考察 我们有两个雷人的发现 一方面呢 这十位梁山的顶尖头领中 除了史进 是史家村的村霸 其他的九位 都是朝廷命官 用现在的话来说 都是政府的领导同志 但是这些当年愿为朝廷效 全马之劳的高官 却走向了与朝廷为敌的道路 难怪在这一回的开手 作者发出了全马士叩仇的感慨 另一方面 这十位头领中 除了诸彤平安忠老之外 其余九位 皆死于非命 这个花里胡哨的九宫八卦阵 究竟有没有用 这十位头领的命运 已经说明了一切 值得注意的是 从这回中 梁山人马弃吞山河的亮相 到后来一切辉煌 变成过眼云烟 这其中经历了 怎样的变迁呢 这一切将在 宋江和吴用的巧妙算计中 逐渐呈现 好 本回到此为止 咱们精彩下回继续 感谢大家